警察 警察 霹靂小组赫强实弹冲进汽车旅馆进行攻坚 太骗了 抛下 A名嫌犯还坐在客厅玩手机 被打批远警 突如其来的骚荡 吓得愣在原地 反过来 你快点 女人 坐起来 A名则是在房内糊糊大睡 连裤子都来不及穿 全都被警方带回征讯 去年10月新北新庄发生当街辱人事件 A名弹珠台店26岁装信员工和店里三名常客 甚至其他店员不注意时作弊 获得大量财票 陆续赢得将近13万元的各类3C产品 王庆店长发现后 就找来其他天道盟成员 将他们四人强行掳走 囚禁在树林区的藏库里面 还逼迫他们每人签下一百万元的结局 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嫌犯一群人走出店外 接着就强压被害人上车 他们不堪灵虐报警求助 警方也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砌 于昨日见实际承手持拘票及搜索票 分别在板桥系纸及新庄等地区拘提 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追查三个月 分别在新庄板桥系纸将人弃捕到案 静新闻徐址中商品专案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